請各位一樣 幫我把第一個工作表再複製一個好了 我們把它拆分成兩 拖拉加Ctrl鍵 那這一個的話就是用 序則1的話等於就是剛剛的這個公式 那序則2的話呢 也許我們就把它改成叫做制定函數好了 OK 那我希望呢 不要用公式喔 我希望用制定函數 也就是說我希望在這邊呢 也許那個方選名稱叫做刮鬍自傳函數好了 然後呢我只要插入函數的時候 它自動有那個函數 那我只要把資料給它 它就會自動幫我取得 如果它有刮鬍 就把刮鬍直接把 刮鬍放在B欄裡面 可是目前不存在嘛 那我要怎麼做到這一件事喔 當然第一個 Step 1 你要先產生程式 那程式不會寫沒關係啦 你就直接怎麼樣 請刮鬍域幫你產生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敘述這麼多 那刮鬍域有個特色 它會記得你前面做過的事 所以你後面只要再跟它講說 請幫我怎麼樣 改為VBA的 關鍵來了喔 記得喔 因為VBA裡面的程式寫法有兩種 一種是Function 一種是Sub 那我要自訂函數 所以記得喔 一定要是Function程式 所以喔 這個語法很簡單喔 請幫我改為VBA的Function程式 這樣就OK了 或者你改成自訂函數也可以啦 這個Function程式 就是你們可以試試看 改成自訂函數 他應該也懂喔 把這個訊息丟給他 那因為他已經知道說 你前面要做的事情了 所以他會延續你剛剛做的 所以把這個問題丟出去 OK喔 然後他就會知道說 我看一下喔 他說以下是 提取瓜糊內文字的公式 這輩子很聰明耶 公式有沒有 他會幫你轉換為 VBA的自訂義函數 所以以後啦 如果你要敘述的話 你也可以 就是用那個什麼 叫自訂義函數也可以 或叫自訂函數也可以啦 或者叫Function也可以 這個我想 好幾種敘述方法 他應該都懂喔 那此函數會 在沒有瓜糊的情況下 返回空白 或自訂義訊息 所以他這兩種喔 我看一下他得到 他應該 如果他是 OK 他可以改 他這邊還可以 還蠻貼心的 你可以改成無資料的訊息 好那已經寫好了啦 所以接下來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這個程式複製一下 好那接下來應該還記得吧 貼到哪裡呢 底下其實也跟各位講說 你按一下ALT加F11 並且開啟VBA編輯器 那你要先插入一個模組 把程式貼上 這樣就有了 試一下看看 所以第一個喔 請你先產生Function 第一個Step 第二個的話呢 ALT按住 再加F11 好這樣他就會把VBA跳出來囉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的習慣先把這個編輯器稍微縮小啦 OK 其實這個主要是希望還是可以看到後面的東西 那請各位注意喔 請你在專案總管這個下方喔 你可以看到工作表1或工作表2啦 上方按右鍵 然後插入一個模組 好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幫你插入一個模組 叫Module1 那你就把程式貼上 好這個時候的話呢 基本上喔 他就已經完成自定義函數的動作囉 OK你就完成了 那再來就剩下什麼 剩下你要去試試看了 再來啦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Function名稱呢 他其實不叫做 什麼 就是 擷取瓜糊 不是叫做什麼 瓜糊自串函數好了 它不是 它叫什麼 這個叫 Except 什麼 這一串喔 反正就是 如果呢 你要執行它的話呢 你就直接 一樣 優標先放在 這個 B2上面 因為剛剛我們已經 把它貼上了 所以這個OK了 那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特別注意喔 因為它是一個Function 如果你要執行 請特別注意喔 請注意不要像之前的同學 常會一直問說 老師為什麼我按一下執行 它不管 不會理我 因為啊 Function 一定是從 插入函數執行 記得不是從這邊喔 那什麼時候從這邊呢 Sup才是從這邊 特別注意喔 不要搞錯囉 OK 那我們就是 優標放B2 插入一個函數之後 選擇使用者定義 那裡面應該會有一個 我們剛剛的這個Function名稱嘛 然後呢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跳出來 它的參數名稱叫Sale Sale的話應該就是儲存格的意思喔 你給我一個儲存格 那我給它A2 有沒有 然後呢 因為裡面沒有刮弧 所以得到的結果 什麼都沒有 按確定 好 那重頭戲來了 我把它 當然你可以快速點兩下 有沒有 快速點兩下 或者向下填滿都可以 這個時候得到的結果 對還是不對 應該沒問題啦 應該沒錯 那只是說呢 它這個的函數名稱 你說老師這個函數名稱 我不喜歡耶 可不可以改成中文的名稱 當然可以啦 兩個方法 一個不外乎 就是直接改這個名稱 但是記得喔 如果你改這邊喔 下方如果有這個一樣的名稱的話 你必須也同時做變更 不然的話會出錯 我改一次給各位看 這個改不改 其實也無所謂啦 OK 只是我習慣還是把它改一下 這個叫 刮弧 刮弧自串函數 那這邊改了之後喔 記得喔 這兩個一定要把它改過 Ctrl C 然後這邊這兩個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好這樣OK了 記得喔 改上面下面也要改 當然另外一個方法 除了說自己手動改之外 如果你實在沒把握 你可以請TrashBD改 你就請他 在下面的問題跟他講說 請幫我把 Function名稱 改為這個名稱 它就會自動重新產生一個 這個程式 也OK啦 兩個方法 我覺得都無所謂 你把握正確就好了 那在最後的話呢 試試看喔 所以因為名稱變更了 所以我把剛剛的這個Delete掉 再試一次 插入函數 使用者定義 那因為是中文名稱 所以會在最下方 叫刮弧自傳函數 按確定 那一樣呢 給資料 按確定 點兩下 向下填滿 OK 沒問題 所以請各位喔 試著 這邊 把自定函數先完成 那這個完成之後的話 請你再把這個地方 自定函數再複製一個 拖拉加感觸鍵 放開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把它改成叫SARB好了 就把它改成SARB程式好了 OK 也就是一個是Function 一個是SARB 那SARB我會需要的 就不是像Function喔 我希望得到的結果 就是這邊有個按鈕 叫做刮弧自傳好了 那一個按鈕就清除好了 按下它 自動輸出結果 按下它 自動清除結果 按下它自動清除結果 欸 怎麼做 其實還蠻簡單的啦 如果SARB 我覺得很多事就變得非常的簡單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 把剛剛的這個方學先產生 然後我是有改名稱啦 你們也試著改改看 那改的方法 就直接改這三個 如果這個名稱有這三個 都要改 那如果你沒把握啦 你可以請try去幫你改 試試看喔